回到新闻现场来关心苗栗大湖的草莓马拉松 上午不受疫情的影响照常举行 不过主办单位赶紧加订了2500个口罩 给参赛者使用 天还没亮 跑者先报到 凭号码牌可以领一份口罩 好我们大家一号码牌领口罩 苗栗县浪漫台三线 烈烈大湖草莓文化加年华马拉松 上午开跑 只是武汉肺炎疫情升温就怕群聚感染 跑者自己其实大多自备口罩 那跑步的时候戴不戴呢 因为台湾的空气这个山里也很好 所以我打空中很大不用戴 你看未来动的哪一个 没有啊 那如果有咳嗽我们就离到远一点就好 2000多名跑者大多出发前都还戴着口罩 开跑时就把口罩脱下来 因为开跑后人潮就开始疏散 戴着口罩换机不方便 加上山区空气清新 觉得不用太担心 但主办单位还是怕 也怕 所以呢这次呢 我们就紧急的去调拨了 这个口罩 我们准备了2000多个3000个口罩 来发给所有的跑者 主办单位大湖地区农会 原本一度研议是否延期举办马拉松活动 但许多跑者都是冲着草莓而来 如果延后可能过了草莓产季 丧失马拉松特色 同时目前武汉病毒疫情在台湾 并未出现社区型感染 决定正常举办 但为了安全起见 还是在1月27日就订购2500片口罩 就为马拉松活动使用 希望跑者难跑的开心也放心 记者张欣杰 妙力报道